第479集 幻境迷宫 北风此时浑身气血蓬勃 但是八步感缠对于肉身的要求太大了 只能够勉强跨出两步 本身一身气血就像是要燃烧了一半 你想跑去哪里 给我死来 北风体内的邪恶本源蠢蠢欲动 整个人的神色都有些不对了 一爪探出 瞬间击打在这头妖兽的头颅之上 这头妖兽强制性地移开自己的身体 而后一层层风盾在体外形成 砰 明明是无处不在的微风 但此时却是凝结得比钢铁还有健硬 一股股力道被这股防御所吸收 但是终究还是存在了一个极限 风盾直接破碎 形成的风刃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薄薄的一层风刃 却是让北风这一击的力量 直接削弱了三层 剩下的七层力量 却是结结实实地打在这头妖兽的腰上 顿时 如同一个普通人被火车撞了一般 这头妖兽的身子直接化为虚影 重重地砸在金属墙上 喷 咔嚓咔嚓 一声巨响 与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破裂声传来 这头妖兽整个身子直接被北风一击打成了两截 妖兽的眼睛之中充满了恐惧 并没有立即死去 一颗头颅还在不停地挣扎 想要重新把头颅接回自己的身上 啪唧 虽然不知道这头妖兽受了这么重的伤势 为什么还没死 但是北风明显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 当下无视这头妖兽哀求的眼神 直接一脚就剁了下去 一颗脑袋直接炸裂 在金属地面建设出了大量的血液 北风渐渐变得赤红的眼睛慢慢地恢复正常 身上那股妖邪的气息也消失不见 坐在地上捂着胸口 好霸道的巴不感缠 北风打量起自己的伤势苦笑不已 可以说自己已经快要游进灯窟了 只是两步直下 这头速度在虚骨境界之中都算是顶尖的妖兽就被赶上 而第二步迈出之时 北风只能用缩地成寸来形容 简直如同顺移一般 几乎一步迈出 下一刻就来到这头妖兽的前方 真是不知道完整的施展八步感缠 需要多么强大的肉身才能够支持 北风心有余悸 只是两步直下自身实力翻了两倍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惨重 一身实力失去八九 身体上一身的血肉直接承受不住 直接崩溃了三成 要是换个人早就死了 北风盘歇而坐 开始吸收灵气酝氧伤势 大量的天地灵气被北风吸收 而后快速修复起身体中无数的暗伤来 这头妖兽攻击倒是其次 一击之下不可能击杀北风 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 要不是北风拥有八步感缠的武技 说不得就会被这头妖兽硬生生的耗死了 北风足足挑养了三天的身子 才恢复了六七成的实力 八步感缠攻法实在是太霸道了 只是迈出两步配合混元肢体秘法 居然让北风以报单境界的修为 发挥出了无限接近于神通境界的修为 北风毫不怀疑 等自己的天赋神通混元肢体再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备 或者再迈出第三步八步感缠 自己应该就能够打破极限 达到神通境界的战力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风直接把这头妖兽给顿了 吃得是满嘴流油 看在你这么诚心的道歉之下 那我就原谅你好了 北风打了一个宝格 对着手中还剩下一节的大腿骨 喃喃自语说道 运转攻法 一层层的气血如同惊涛海浪 大量的气血化作了一股暖流 开始抚平北风身上的伤势 三天过去了 北风脚上崩溃的血肉 开始交缠出无数的肉芽 可以看见一层粉红色的嫩肉 但却没有皮肤 北风皱眉 这一次的伤势之重 算是最惨烈了 这么多年来 能与这一次严重伤势比较的 也只有上次一不小心 掉入异世界了 看来要加快速度了 伤势完全地恢复之后 就算我再怎么压制 也不可能压制住了 北风喃喃自语 所谓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就是这个道理 北风之前还有把握压制突破 但是现在与这头妖兽大战一场之后 突破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北风不再犹豫 身着瞬间消失在远方 一棵巴掌大小的紫金色小树上 一棵不过拇指大小的果实 绽放出了灿灿的光芒 如同潮汐一般 一层层的紫金色光芒 向着远处推去 北风停下脚步 神色琢磨不定 但是最终还是远远地离去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地离开 不能再拖了 让是北风这段时间 没有去修复伤势 但是远远不断从全身细胞之中 流逝出来的能量 也能够让北风一身的伤势 快速地被修复 此时距离北风上一次 遇见那头妖兽 已经过去了五天 伤势已经好了六七成 虽然前方这么大的动静 不时传来一阵阵奇异的花香 但是北风还是没有受到诱惑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这些天里 北风也是遭遇到了不少妖兽 但是这些妖兽 比起那头 似乎似豹的妖兽差太多了 只不过几招之间 就被北风击毙 而此时弄出这么大动静的异果 肯定会吸引来大量的妖兽聚集 北风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半个月以后 北风一身的实力恢复到了九成 哪怕是北风自动隐藏修为也没有用 根本隐藏不住 浑身的气血无时无刻都在自行地运转 让北风周身的气血如同汪洋一般 找到了 北风停下脚步 一脸欣喜地看着前方的迷宫出口 嗡嗡 一阵阵声响在北风的身后出来 一颗银白色的树根 突然从坚硬无比的通道之中扎了出来 伴随着一阵恐怖力量的波动 只是闻到空气中散发的芬芳 北风一身的伤势就快速地愈合了 咔嚓 坚硬无比的金属墙直接碎裂 碎裂之处 一朵巴掌大小的银白色花朵从墙壁之中冒了出来 看起来像是本来就与墙壁金属是一体的一般 但是北风确实知道不是啊 这朵花绝对是品级很高的灵药 先前一直隐藏在墙壁之中 而现在正好开始绽放成熟了 但是这么大的动静 周围却是静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一朵巴掌大小的花苞开始绽放 老半天才绽放出了一片花瓣 拿下它 北风的心中是染过这个念头 像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己的脑海一般 让北风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 不对 北风已经走到了迷宫的出口了 只差一步就能够走出去 此时却返回 如同是着了迷一般地向这朵花靠近 北风瞬间惊醒 看着自己距离这朵花的距离 已经快要接近十米了 一阵阵强烈的危机让北风的皮肤 都是冒出了无数的鸡皮疙瘩 让北风惊醒 这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是花粉 无声无息居然让自己中招了 北风急马后退 看着这一朵花之后 转身坚定不移地向着迷宫之外走去 在北风迈出迷宫的一刹 北风清楚地看到一条手臂大小 头顶有着尖叫的一条妖兽 游进了这朵花十米之内 这头妖兽一身的实力 根据北风估计 绝对比那四虎四豹的妖兽还要强上一个档次 但是结果却是骇人无比 这一头强大的妖兽在接近这朵花十米之后 一朵白色的光芒猛地从这花苞之中飞射出来 在这头妖兽身前轻轻一晃 这头妖兽瞬间一愣 在北风的感知当中 这头妖兽的生命之火瞬间熄灭 而后头颅掉落在地上 蛇缺还在地上不停地扭曲着 噗 一株植物也能玩飞剑 北风看着这最后一幕顿时目瞪口呆 然后则是后怕 要是刚才是自己 也给自己来这么一下 恐怕自己也会死 这简直就是不不经心 不能够有丝毫的答应 心中不禁想起了前几天遇到的那一株 紫金色巴掌高的小树 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一步跨出迷宫之后 顿时天旋地转 北风也没有抵抗 知道自己又被挪移到其他位置了 入目是一片白痴 北风稍微适应了一下光线的变换 睁开眼睛看向了场中 场中只有一本书籍 书籍旁边是一块古碑 上方用小传书写了一些试剂 太黑了 北风看完之后 不禁暗骂一句 迷宫之中所有的灵药都是幻影 就算你服下灵药 也会觉得它是真实的 但是攻击可不是幻影 挨上一击就会死 而且通过迷宫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准确来说 正座迷宫就是一座大型的幻阵 走出迷宫的时间长短全靠自己 但是超过一定时间 那就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每一个人进入的迷宫大小都是一样的 心中的负面念头越多 迷宫之中的大小也会随时变换 也就是说心智不坚定 被灵药所迷惑 不停地去寻找迷宫之中的灵药 最终迷宫的面积也会越来越大 其中的灵药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终生也只能够老死在其中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以往做一件事情 可能当时觉得没有什么 但事后想起来 会突然觉得无比的后怕 而北风也是一样 一旦遇到第一株幻化出来的灵药 自己没有稳住心神时 北风可能现在还在迷宫之中 不断地寻找其余的灵药呢 エヾ